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的交往 明镜的关系 这次图片展吸引了华盛顿地区很多华侨华人前来观看 他们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关于习近平主席各个时期访美的照片 继续来关注美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期间 受到了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 习主席抵达纽约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26号的凌晨 但在习主席下榻的酒店附近 仍有数百名华侨华人首举标语加道欢迎 现场还有驱车六小时从宾州赶来的华人 当地时间26号上午的八点半 纽约三百多名华侨华人还自发组织了15支护卫队 首举欢迎标语在习近平主席下榻的酒店周边进行巡逻和站岗 希望为习近平主席的纽约行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昨天没睡觉 但是我觉得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昨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 海外的华侨华人们也共享了这团圆的时刻 您现在看到的是新加坡的牛车水 各式各样的花灯把街道点缀的五彩斑斓 在华人社团里 博饼活动吸引了众多华人的参与 这是闽南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 大家根据这骰子的点数选出状元 奖品就是月底 在巴林 今年的中秋节刚好与穆斯林载声节日子接近 近百名花椒花人中资机构企业代表 一同出席了中国驻巴林大使馆举办的中秋招待会 欣赏了特色的中国传统音乐表演 这里是中国驻黎巴嫩维和户队的军营 虽然条件有限 官兵们还是挂上大红灯笼 在食堂里做起了月饼包上了饺子 当兵16年了 我没在家里边过一个主旧节 希望家里边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视线转向利比里亚 视频里正在说话的这位是湖北黄石的公安干警周志华 今年45岁 目前正在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 这段视频是中秋节前一天周志华给妻子的一条道歉视频 周志华曾经告诉他 今年中秋节可以回国一起过节 但没想到 因为要接应轮换警队 任务期临时延长 他只能再次爽约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 照片上的这位女士就是周志华的妻子熊健颖 当看到丈夫出现在视频中的时候 熊健颖她的眼泪是夺眶而出 这段视频时长只有一分零三秒 熊健颖看完后一直不肯放手 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播放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是很高兴的 看了几遍以后就觉得好像有些伤感 这都是我在这边的同事 他们人都挺好的 熊健颖说 由于工作原因 丈夫平日里很忙碌 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 但是他选择理解 过节不能回来 这一次是特殊情况 但是作为平时来说 所有的警察都是没有什么节假日的 去年六月份 周志华领命前往利比里亚违和 经历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 在疫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奋战近500天 期间他出任联合国利比里亚违和警察总部 人事官获受和平奖章 熊健颖说 目前他最希望的就是丈夫能够健康平安 如期归来 他也有几句话想对丈夫说 自己多保重 也放心家里 家里的困难我能克服 视线聚焦菲律宾 画面上这是一本诗集 名字叫做《同志攻进城来了》 再看这张图片 它就是诗集的作者林林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 她在菲律宾和当地华侨一起抗日的经历 林林回忆说 最惊险的一次就是她和战友 藏在树林里躲避日军的扫荡 那天林林正在林中烧饭 空中突然传来巨响 十多架日军飞机在低空盘旋 瞬间火光四起 弹片风飞 幸亏一旁的战友眼急手快 抱起了一锅白米饭 拽着林林就往密林深处跑 不一会儿 他们就听到了日军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 好在不一会儿脚步声又渐渐有趣 没过多久 他们听到有村民在喊 日军已经走了 同志们出来吧 林林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要出去就被战友一把给拽住 不能出去 这是日军的诡计 果然 搜索的日军因为没有抓到人 就威逼着村民出来喊人 当时出去的人都被日军给抓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 没办法 林林和战友只好一直躲到晚上 在林子里 一锅白米饭填饱肚子还行 但是口渴难耐怎么办 趁着天黑 林林偷偷地跑回营地 咬了一桶井水又钻毁树林里 黑暗当中 他也看不清楚水到底干不干净 只觉得是臭气熏天 原来白天的时候 日军往图井里大便小便 没办法 林林只能靠树枝的枝叶润喉解渴 就这样过了整整十天 日军才最终撤走 劫后重生的林林说 十天的险境求生算是一次磨练 敌军仍在横行霸道 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 林林出生于福建 二十三岁的时候 曾经去日本留学 回国之后投身抗战 1941年 林林被党组织委派到菲律宾 参与创办抗日报刊 华侨导报 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 他辗转在首都马尼拉和附近的乡下 随身带着钢板坚持办报 出版了一期又一期的华侨导报 这本报纸后来被誉为是 华侨抗日民主的旗帜 1945年2月 马尼拉光复 华侨导报 这才由地下转为公开 抗战胜利之后 林林回到了中国 从事文化与外交方面的工作 2011年在北京世事 享年101岁 视线转向澳门 来看 这是一张拍摄于2004年的合影 照片中间的这位红衣老人 他的名字叫做黄欢笑 拍这张合影的时候 他已经是92岁高龄了 你再看他后面的这本画册 上面这张最大的照片 正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再看 黄老年轻时 最常穿的就是这一身 抗战时期 他曾经是美军援华飞虎队前线医院里的一名护士 被飞虎队员誉为是驼峰航线上的驼峰天使 1941年香港沦陷的时候 黄欢笑正在九龙医院工作 当时炮声不断 医院里都是伤员和被日军强奸的妇女 黄欢笑深深地感受到了亡国的痛苦 当他听说内地的美军医院急需会说英文的护士的时候 立即决定要去内地参加抗战 可是谁知道放在行李箱里的一身护士服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当时为了不让香港医护人员支援内地抗战 日军严格的把守各个关卡 而黄欢笑要回内地必须要先乘轮船到澳门 就在码头上 日军从他的行李箱中搜出了一身护士服 于是挥着刺刀警告黄欢笑 不得离开香港 那这怎么办呢 黄欢笑回家后想了一个办法 你看 这是当时他为自己缝的一件贴身背心 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装在口袋里面 然后他再穿上普通的村妇服装 再次闯关 这才顺利地通过了日军的检查 急经辗转 黄欢笑被调往了云南义战地医院 在最靠近驼峰航线的医院里 30多名医护人员全都是美国人 都是男性 黄欢笑成为了唯一的一名中国女护士 风火前沿 每天都有飞行员被抬到医院 很多都是血肉模糊 四肢不全 黄欢笑曾经救治过一名小战士 刚刚21岁 就负伤被锯掉了一条腿 黄欢笑为他打针 忍不住伤心 这个小战士却反过来安慰他说 自己的腿没有白白失去 他击落了三架日军战机 等战争结束 他就回美国做一个小提心手 在黄欢笑的悉心照料之下 这位小战士的伤势是渐渐恢复 还经常拿出小提琴 给黄欢笑拉曲子 就这样 黄欢笑一直坚持在前线 直到抗战胜利 由于他的亲切和善良 大家都称他是驼风天使 这份友情也跨越了半个世纪 2004年 飞狐队老兵固体重游 在云南与这位驼风天使重聚 黄老说 在美军医院工作的那几年 是我一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黄欢笑出生于广东新会 后来就读于香港 玛丽医院高等护士学校 2007年 黄老逝世 享年95岁 目光再转向香港 来看 这次前不久在香港举办的 十大再生勇士的颁奖现场 画面中间坐轮椅的男孩 就是获奖者之一 他的名字叫做欧浩军 今年才24岁 那么他获奖的理由是什么 原来欧浩军从小就患上了 严重的脑筋卵 虽然智力正常 但整个身体只有头部 是可以活动的 而且不会说话 但他不仅接着学习 被香港公开大学心理学习录取 还用了五年的时间 构思并写出了一部 七千余字的科幻小说 《血杀》 这部小说 讲了一个小男孩 无意当中 接触了一种化学试剂 血液变异 变成了杀人狂魔的故事 那身患严重脑筋卵的欧浩军 又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你看 这是欧浩军使用的特制轮椅 轮椅的后靠枕上 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这个按钮的功能 类似于鼠标 可以通过用后脑勺 触碰这个按钮 来点击前面电脑屏幕上的键盘 由于操作难度大 欧浩军每分钟只能打出一个字 时间长了 他的肩颈也严重劳损 经常是疼痛难耐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欧浩军完成了自己的短篇科幻小说 欧浩军的妈妈说 儿子在出生的时候因为脑部严重缺氧 导致了脑筋磷 生活起居都只能由父母来照料 从小就很不容易 八岁的时候呢 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想过放弃 有一次呢 欧浩军在一张纸上写道 我没用 想死 就这短短的五个字 欧妈妈说 看到这些字 当时自己真的是心如刀绞 所以他通过各种渠道 为儿子制作了这把特殊的轮椅 想让儿子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坚强的儿子也确实让他非常的欣慰 在今年的十大再生勇士颁奖典礼上 欧浩军用计算机合成的声音 勉励台下的观众 他说 逆境并不代表绝路 我做得到 你们同样做得到 视线转向老窝来看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小伙子 名字叫做陈夏 旁边穿着衬衫的男士 他是中国驻老窝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吴浩志 最近吴浩志和一些华侨代表 去医院看望了陈夏 并为他送上了鲜花和慰问金 那么大家为什么要来慰问陈夏呢 原来前不久 陈夏在老窝做了一件 见义勇为的好事 当时的陈夏正在街上赶路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叫声 再仔细一听 怎么有人在喊救命 他四处寻看 发现不远处 两名骑着摩托车的劫匪 已经把一名女孩拖倒在地 看样子是在抢劫 来不及多想 陈夏大喊一声冲了上去 扑倒了其中的一名劫匪 谁料想 这个劫匪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仿真枪 一枪就打在了陈夏的右腿上 虽然严重受伤 但是陈夏仍然是死死的摁住劫匪 最终在众人的协助之下 两名劫匪被制服 被老窝警方带走 陈夏今年25岁 来自中国湖南 经医生检查 他还好 没有伤到骨头和主要血管 但是医生说 暂时仍然需要保守质量 陈夏讲 他从小就见不得偷盗和抢劫这样的事情 这次正好又遇上了是一位中国同胞 当时什么都没想 就冲了上去 虽然受了伤 但以后要是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还是会出手相助 目光转向美国 画面上这位先生 他的名字叫做胡立德 是一位美籍华人 主席台湾 前不久 他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个颁奖典礼上 阐述了自己的研究项目 并获得了物理奖 规冠 说到这里你肯定会觉得奇怪 怎么发表获奖感言 头上还要带一个马桶盖呢 其实这个奖项叫做搞笑诺贝尔 今年已经是第25次颁奖典礼了 那胡立德是凭借什么研究 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呢 原来他拽领他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团队 通过观察山羊牛大象等动物的排尿过程 发现了小变定律 就是几乎所有体重三公斤以上的不入动物 排空膀胱的时间都差不多是21秒 他解释说 虽然这个定律看上去很搞笑 但是这项研究对于很多领域都非常有帮助 比如说医学方面 如果排尿的时间过长超过21秒很多 就有可能是前列腺肿瘤的征兆 搞笑诺贝尔是模仿诺贝尔奖的姊妹奖项 由科学幽默杂志主办 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前的一到两周举行 目的就是选出那些乍看令人发酵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成果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意大利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部名叫 女老板茉莉企业良好行为规范的中文动画短片 前不久 由普拉托政府出资制作并推出 你看这个短片里面包括日常常见的线路安装 垃圾处理工作场地烧煮食物等等事件的解释和提醒 非常的人性化 受到了当地华商的一致好名 那普拉托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部短片呢 原来由于语言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 居住在普拉托的华商 对当地政府有很多规定 往往是一知半解 导致了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2013年 当地的一家华人服装厂 由于管理疏忽 发生火灾 造成7名华人死亡 为了尽可能的规范华商企业 降低事故发生率 普拉托政府推出了这部中文动画片 目的就是让华商形象生动的去了解 相关的规章制度 减少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和违规行为 普拉托位于意大利中北部 是意大利有名的纺织之城 据统计 现在这里有大约1万多名华人 占移民总人数的近一半 主要从事成衣服装加工和销售 目光再转向澳大利亚 沿吊是一种高危险的户外活动 钓鱼者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滑落海中 8月份 一名中国公民在新州沿吊时 被大浪卷入海中匿亡 本月初 在澳大利亚南海岸贝特曼斯湾附近 再次发生了一起华人 因沿吊溺亡的事件 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特此提醒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 谨慎参加沿吊活动 最好三人以上解放而行 如果有人不幸被卷入海中 一人可以现场施救 另一人可以报警求援 另外 沿吊时最好穿上救生衣和防滑鞋 并事前要了解当地的天气 海浪潮汐等情况 视线转向中国 对于很多咏春泉爱好者来说 画面上的这尊铜像应该不会陌生 一位铜像上的人正是梁赞 永春泉一代宗师 叶问就是他的徒孙 25号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 港澳地区的数百名永春泉练习者 齐聚梁赞故里 广东赫山 参加为期三天的永春文化节 你看 这是文化节上最吸引人的展演环节 展演以各拳管为单位 向观众展示了永春泉的风采 永春泉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我们现在是属于一种 寻感的问中 认识一些其他的同门师兄弟 大家互相交流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 照片右边的这位是 吕阿乔包郑美娟 今年30岁 福建连江人 近几个月 阿根廷连江同乡会 发起了帮助吕阿乔包郑美娟 回国治疗的募捐活动 郑美娟六年前 中专毕业之后 来到了阿根廷打拼 谁知刚到阿根廷一年 就因患病进入医院治疗 多年来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 以及阿根廷华教华人社团组织 多次来到医院看望 慰问郑美娟 据了解 募捐活动 共收到了爱心捐款 59万多阿币 约合人民币40多万元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高庄武师 是一项极具观赏性的表演 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表演者要在两米多高的 梅花庄上 做各种动作 那么接下来 就跟随我们的记者 到马来西亚的 华人武师队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高庄武师 全球华人中华才艺大赛 是国务院侨办举办的大型综合类体育比赛 由来自美国 德国 日本 新西兰 挪威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502名运动员参加 作为本次体育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 男师高庄比赛 备受关注 本次比赛由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的16个武师团参加 每个队伍都身怀绝技 比赛竞争非常机灵 其中 来自马来西亚的光毅省事队和张强省事队 是本次男师高庄比赛冠军的热门准育选手 而他们的领队竟然是一对夫妇 你好 你好 两个人字不一样 张强的领队 然后光毅的领队 是吧 你好 我不知您记不记忆 会问一下你们两个认识 是因为这个武师吗 真的 马来西亚基隆坡光毅警示团的陈启文领队告诉我们 高庄武师难度非常大 梅花庄从矮到高 以此增加 狮子要在高三米 宽十四米左右的梅花庄上 不断地做出一系列精简的腾挪扑跃等动作 狮子表演的难度越大 形态越逼真 套路边排越新颖 就越容易获得高分 但如果难度过大 队员很有可能受伤 今天的比赛 马来西亚光毅警示队排在了第六个上场 在昨天的传统武师比赛中 他们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今天 他们的目标是高庄武师冠军 如果不出差错 凭借他们的实力 这个梦想不难实现 可就在熟悉场地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面前的这位小伙子名叫李振林 他是高庄武师两名队员的尸尾 他不但要配合尸头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在尸子站立时 他还要负责把同伴举起来 如果他受伤 将意味着整个团队无法继续比赛 医生他这个就是扭伤是吗 肌腱的一个拉伤 拉伤 这是新伤还是旧伤啊 这种 他拉伤了好几天了 今天让他带伤上去 然后那么大的支撑力 他肯定会导致一个 一个加重他的前拉伤 看到李振林脚步受伤 为了保护队员 教练陈启文决定 弃拳放弃比赛 可李振林虽然疼得满脸都是汗 却坚持要把比赛完成 两个人相知不下 最后决定 如果到了比赛的时候 李振林的脚还是无法正常活动 就放弃比赛 这就意味着 光益省事队这次的北京追梦之旅 宣告失败 李振林明白 自己身上肩负了整个省事队的梦想 怕让医生帮他快速用冰块止疼 距离上场还有半个小时 在这场自我的博弈中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在武师的队员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 但是大家都坚持了下来 因为武师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陈启文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他自幼喜欢看别人武师 后来就牵头成立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光益省事团 由于队员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训练时 很多队员都请不到假 仍很难聚起 陈启文索性把大家都叫到自己的公司做工 这样队员们就能全心全力的参加训练和比赛 在马来西亚光益省事团和张强省事团都属于A级的队伍 他们之前在印尼中国广东和香港等地已经多次拿过了世界冠军 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想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李振林还是决定带伤参加比赛 李振林上场比赛的时候 其他队员会在场地旁边为他呐喊打气 李振林上场比赛 李振林最终圆满完成了比赛 才怕也给出了9.06的高分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庆祝 李振林的兄弟们张强省事队的小伙子们就要上场了 在昨天的传统武士比赛中 他们没有进入前三甲 虽然教练告诉大家 只要把自己真实水平发挥好就可以了 但是队员们的内心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就在昨天身为尸头的小队长 特意增加了动作难度 把从高庄上跳下来的动作改为了翻滚下来 虽然高难度能拿高分 但是如果出现失误 不但要扣分 队员还会受伤 比赛的时候 教练和队员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在锣鼓声中 醒尸的动作一气呵成 在下梅花庄的时候 漂亮的翻滚动作赢得了裁判的加分 最终马来西亚光业醒尸队取得了第二名 张强醒尸队取得了第三名 这些明星队员们都完成了冲进前三甲的梦想 他们将继续在梅花庄上 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美丽 谢谢收看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